这是M1洞购A6帕拉丁之走炮 也是拜登已上任对台的首相军售 但现在要卖给我们的40辆 说是因为恶乌战士影响突然喊咖 总价7.5亿美元的军售案 我方原本有意将全案押后至2028年 但美国国务院近日通知我国喊停 当然我们对乌克兰是全面的支持 理念相信国家对乌克兰提出的武器的援助 我们也支持 但是产生的排挤效应都不可不慎 突然策案或者延宕 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不能用恶乌战争四个字 影响就解决了 我们的数量并不多并不足以 影响到美方对乌克兰的援助 可是据传M1洞购A6 说台喊咖跟美方态度转变有关 认为因符合不对称作战需求 停止载台性质的军售 那个延迟交货的还有在俄乌战争中平平立功的神器 监设是四针飞弹 海军原定今年开始交装 但根据海军最新报告 却将交装骑程全数被引去 提出必要时将延后付款 国防除了持续跟美方沟通协调 已经协同美方 连采精进的替代方案 另一头外交部长吴昭熙正日接受CNN专发 在美方横聊对台各项 政策直气 我方持续强调民主牌 凭国际宣量 VBS新闻和福华 留听听才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